好,那氣球,我們這個 施放氣球的時候都是同一個顏色的 氣球長傷應該難以存活 所以我們來換一下 在外觀這邊有一些特效 特效這邊它有一個叫做顏色的特效 這裡面是可以選的,很多特效 魚眼就是大肚子,旋轉就是會扭曲 像素化就是會很像馬賽克弧調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馬賽克,然後亮度就是變 顏色會變亮,那是變透明 好,那我們用特效設定為多少 我們用亂數,它的值也是從0到100 所以你就是給它一個亂數放進去 然後0到100 然後當它在產生克隆人的時候 你就讓它換一下顏色 你就讓它換一下顏色 這樣子每次出來的顏色就會不一樣 然後再來 都一樣大小也很討厭 所以我們也是在外觀這邊 這邊有一個大小設定為多少 那這個目前75 現在的大小是75 如果你不知道現在的大小,你就點兩下 在你的主角上點兩下 這邊顯示的就是現在的大小 包括那個位置 如果你不知道現在的位置是多少 那你把它移到那個位置 然後直接點兩下 這個位置就是它現在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這樣去做判斷 好,所以我們在外觀這邊大小 現在是75% 那我就讓它正負20好了 那大小可以再正負20調整 那所以呢 正負20就是55到95 你就把它丟進去 這樣它每次產生的時候 大小也會變化 有的比較大 有的比較小 這樣就會有一些變化感覺 比較好玩 這補充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 那再來 我就直接把視訊的部分講一下 好 再來就是我們要視訊打球 所以我一開始呢 視訊是不是要開 所以一開始把視訊設為開 好 那有開視訊之後 我現在直接先把它打開 好 視訊開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如果說 就是畫面 我們要怎麼樣判斷 有沒有碰到它 就是剛剛動作在那個角色 對不對 在這個角色 好 所以我就來偵測 好 重複 記得要重複 偵測都要辦重複 好 好 好 如果視訊的偵測 在這個角色 動作的偵測 在這個角色上面 然後大於某個數字 好 這個數字你就 看要不要把它 叫出來看 然後去調整 或者直接先測試一下 我就直接先測試 50 50 好 好 所以如果視訊 有動作 在這個角色上 有動作量的話 有大於50的話 那我就要讓它消失 那消失的話呢 就直接 直接刪除 直接刪除 所以在剛剛那個分身產生 就直接刪除 然後這個 對不起我這邊講 講不對 這不是另外偵測 我在哪裡偵測呢 我在氣球往上飄的時候 偵測就可以了 所以我把這個應該是塞在 它要走36次 每次走10 每次往上走10 那我這時候來偵測 如果說 我每走一次 我就偵測一下 有沒有東西碰到我 如果有東西碰到我 我就刪除 然後 就繼續下一次 那刪除就當然就沒有了 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東西碰到我 我就繼續往上走 好 然後順便呢 在刪除的時候 我就加個聲音 那個氣球爆掉的聲音 所以在聲音檔這邊 剛好這個氣球 它有附聲音給你 它有附這個 啵啵啵的聲音給你 如果沒有 你自己錄也可以 啵我破掉這樣 好 然後你就加個聲音 播放啵 那這兩個聲音 這兩個有點不一樣 這兩個聲音 等一下我再講 我們就用那個播放聲音 直到完畢 它才可以播放完整的聲音 好 我們就先播音 播完音再刪除 好 來看一下 好 一開始 現在視訊是打開的 氣球也在往上飆 然後我的 有沒有 它就爆掉了 這樣就是一個視訊搓氣球的遊戲 好 所以 很簡單 也很好玩 好 那如果你希望 因為剛剛我們在抓氣球的時候 它會 有點 lag有沒有 那是因為我們程式寫的 因為你要播完聲音才會刪除 所以記得我們剛剛有講 如果你希望同步發聲 要用什麼 廣播 廣播 好 所以我就用廣播 然後我就給它一個名字 好 然後我就這個拿掉 這個 我用接收廣播來處理 當我接收到破 我就發出聲音 那這個就是同步會進行 好 這樣子就不會有那個 lag的現象 有沒有 就立即破掉 這個就是氣球爆破遊戲 這個就是氣球爆破遊戲 好 很簡單 來各位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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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